上支天文,下支地理,我是戴立岡,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中国正在试色一样新的武器,而这个武器是反卫星火箭 这个火箭打到太空当中之后,它可以把敌方的间谍卫星 敌方的GPS定位卫星全部都摧毁掉 这个火箭的名称叫做DN-2 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在钓鱼台事件的衍生的军事发展 中国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正在试色DN-2 起到几位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好,欢迎订阅,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好,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永化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生化博士江晃荣 你好,大家好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动作在现在可是越来越大 不只从军事演习 另外呢,现在的整个武器发展 已经开始在发射火箭了 而这个火箭的目的是要打瞎美国的眼睛 对,立冠 我们这次一直在讨论钓鱼台 可能中美即将一起一场大战 但是呢,这场大战了不起就是一个3D的作战 陆海空 对,不过中国现在要把战场拉到太空去 就是我们讲的4D战争 那这样子呢 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范围就变大了 中国在这个地方呢 占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最近在试射所谓的DN2 就你刚刚开场白讲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卫星的一个拦截导弹 好,它用什么? 高速撞击的方式把这个卫星给撞毁 那我们晓得卫星啊 我们一般来讲有通讯的卫星 比方说我们这个通讯设备 或者是导航的 或者是间谍卫星 它在地球的轨道上面呢 是不同的地方 比方说 这边有写 12000到22000236英里 换算的公里带着2万到3万多 3万公里左右了 3万公里左右 美国有很多的卫星在这边是放什么? 同步卫星啊 同步卫星 还有GPS有些定位卫星也是在那个高度的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位置 是低轨道的 低轨道 你刚刚就内行了 200公里左右到250公里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卫星 叫做间谍卫星 全部都藏在这个轨道里面 观众朋友 间谍卫星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来 包括什么 比方说巡弈飞弹 或者是神盾级驱逐舰 F16战斗机 E2预警机 这些武器 上面你要让这些武器能够发挥它的效果 你必须要有精准的定位 那这些间谍卫星 如果一旦都被 中国的DN2给打下来的话 美国的眼睛就瞎了 你知道吗 那你这些武器不是全部都 丧失它的功能了吗 对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高速度撞击卫星去破坏 所以呢 你会发现 通讯导航 全部呢 都被中国给毁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图 我们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原理大概是什么 它 先用什么 火箭 火箭载了 导弹 这个火箭呢 是KT-2 这个KT-2的火箭 然后载了所谓的DF31的导弹 然后就开始 升空了 升空之后呢 我们曾经讨论到一个问题 而且到了200公里 几乎已经就是 洲际弹道飞弹走的高度了 是 那火箭这时候就脱离了嘛 脱离之后呢 导弹继续射 但是呢 它要找热源啦 卫星有热源吗 没关系 没有热源无所谓 卫星很大一颗 所以它不容易失误 它很容易就能够 瞄准了你美国的眼睛 就把你射下来 我就直接撞上去了 对就撞上去了 我自杀 对 有点类似像神风特工的那种 我就把你撞掉 撞掉之后你眼睛就毁了 而眼睛一旦毁了就会什么 十之好理 差之千里 你看看美国金仙如果跟中国开打 它的洲际飞弹呢 要去射中国 结果呢 因为眼睛瞎了嘛 对 定位整个都丧失了 对 竟然射到韩国 怎么搞的 我韩国跟你美国是同盟 是不是结果 你看这就是误射 好 误射的严重性 观众朋友应该很清楚了 不过呢 我们知道这些间谍卫星 还有负责什么呢 情报收集 监视的功能 你看看 我们前阵子不是才讲到 中国在上海的造船场 航母 航母 核子动力 美国怎么知道的 就是卫星拍到的啊 对 还有你刚刚提到的 东风这些导弹 它如果移防的过程 你美国都不知道 瞎子摸象 搞不清楚的话 你怎么去掌握 中国的动向呢 好 立刚我再跟你讲 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美国在亚洲 它所布防的这些 所谓的间谍卫星 了不起不超过24颗 换句话说 有军事专家就讲 今天中国只要有 24枚的DN2 也就是所谓的 反卫星导弹的话 就足以能够把眼睛 把美国在亚洲的 所有眼睛全部给戳瞎 你可以看好了 如果一天 有一天战争 已经拉到四地的境界了 美国也已经 全部被中国着瞎 中美的这个 所谓的军事优势 全部跑到中国这边来 我们可以注意到 中国在这几年 积极地研发 整个太空武器 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 对上了死对头 美国了 但24枚的 美国舰卫星 被中国给射下来之后 有话 是不是整个战场的模式 都会改变呢 其实战场的模式 是不会改变 为什么我这样讲 当你有能力去把美国24枚的卫星 通通都打下来的时候 美国它也有办法 把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军事卫星 通通打下来 因为就我所知 美国的的确确在2008年的2月 它曾经打下了一枚 它自己的间谍卫星 就是侦查卫星 叫做卫星L21 那这枚卫星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枚卫星 它是太阳能发电 它是2006年发射升空 到了2007年 因为太阳能板 它发生了问题 所以它就在轨道上面转 那轨道上面转 美国可以不去理会它 美国虽然可以不去理会它 但是这个里面 它有有毒燃料 如果这个有毒燃料的话 不在外太空解决它 它坠落地面的话 各位想想看 你普通泼水 泼在地下 只有小小一个面积 如果从十楼高 你泼水下来的话 那是大面积 那况且会弄到什么国家 不晓得 那这样子美国赔都赔不起 所以从2007年12月以后 美国就开始运用了 所谓导弹巡洋舰 伊利胡号跟德凯特号 这两艘导弹巡洋舰 就是说它部署在夏威夷 过去在追踪的系统当中 由地面的雷达 可以完完全全的锁定 但是这两艘战舰 不像地面雷达那么灵活 况且它要等在定点 好 那美国航台总署 派了几名专家 到里面去直入软体 就是说运用程式把卫星的型号 特性还有它运转的方向 它什么时候会通过夏威夷 你要直入到它的软体里面 这样子 这两艘战舰就有反卫星的战力 那当它直入晶片了以后 它又要测试这个晶片 能不能精准的 精准的抓到L-21 因为L-21没有热能 没有那种人你要抓是非常难抓 有话我都要问你了 因为这个火箭导弹一发射上去的时候 它没有热能 那怎么去追踪 而且穿越的流程来说 还要经过对流程跟平流程上去 对对流程跟平流程 立刚是专家 对流程有水气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水气量是多 但进了平流程就没有水气 再上去就进入到中间层 但是卫星是在热程的地方 对它在热程它怎么抓 它就不断的透过了SPY-EB的雷达 不断的搜索 好搜索到了 各位晓不晓得 它搜索到的时间多久 2.6秒 只有2.6秒 那它2.6秒搜索完了 依照反卫星作战的原则 30秒钟一定要把卫星击落 不然的话 你30秒钟以内 那你不去击落它的话 那就对不起 再过90分钟 它才会再度进入相同的位置 可是再度进入相同的位置 各位晓不晓得 当它再度进入相同的位置以后 你所有的搜索会更加的困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幸好它直录了晶片 这个晶片它就马上告诉它 2.6秒 好 这个德凯特号的标准三行 好 德凯特号的标准三行 就是这个是待机 这个是在待机 这个就发射了 标准三行飞弹 对 标准三行飞弹发射了之后 就把这个击落 总共的时间 发现2.6秒 然后到它发射击落 差不多 就我所知 差不多大概在30秒内 以前就把它解决掉了 那解决掉了以后 它所有的残害 就掉在太平洋里面 这个是美国反卫星的战力 那有话 那中国的部分 它是用什么方式来打卫星的 好 我现在跟各位比较一下 美国跟中国的之间的反卫星作战 各位晓不晓得 这个卫星 它通过地球上空的时候 它每秒几公里 或许大概 大家不知道 它通过上空 每秒7.6公里 每秒7.6 每秒 非常快 非常快 对 然后你要打它的话 大概是在200公里到250公里之间 刚刚立冈也讲过了 好 那这一次 中国大陆 它那个反卫星 一个是海基 那我刚刚讲的 在夏威夷的那一次是海基 它用的时间不到27秒 好 我们再来看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 风云卫星是一个气象卫星 这个气象卫星跟侦察卫星不一样 气象卫星 你通常比侦察卫星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要收集 那个全球的系统 那个气候的系统 好 这个风云卫星 它年老实修 年老实修 它不断在空城中 当中 在那边转 因为它的速度 比侦察卫星稍微慢了一点 大概也是每秒 差不多7.2公里的速度 这样子走 慢慢的走 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是用陆基 那陆基 它要用多基雷达 至少双基雷达 它双基雷达不断的照 那中国大陆也跟美国一样 就直入了晶片 在那个东风导弹里面 在东风导弹里面 当它晶片直入的时候 它不是靠东风导弹的本身 而是靠陆基的雷达 就是不断的搜索 好 果然搜索 搜索到了 果然搜索到了 我们讲的叫做风云卫星 一旦搜索到风云卫星 各位晓不晓得 它搜索到的时间多久 5秒 比美国的2.7秒 多了一倍时间 多了一倍时间 那它30秒钟以内 也要把它解决掉 所以它就不断的靠陆基的雷达 去搜索这个风云卫星 搜索完了它 通知东风飞弹 然后发射 把它给机毁 它所有的时间 虽然也在30秒内 以前完成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一个海基的反卫星 跟陆基的反卫星 因为陆基反卫星的话 它的区域范围 它搜索区域范围比较大 它需要的雷达比较多 它不像美国的那种神盾舰 它要两艘 两艘它发射一枚 那东风飞弹 它也有备用飞弹 就是万一这枚打不到 它要在30秒以内 再度摧毁 否则它一旦通过的话 你还要计算它的时间 那整个的时间差来看 从征收到打下来 的的确确美国的战力 在中国大陆之上 打仗已经打到了太空了 美国跟中国的较劲 现在已经上了太空去比赛了 但是中国在这次钓鱼台事件之下 它其实不只在整个三滴作战 延伸到四滴作战之外 寒冰好像甚至连岛屿命名作战 都已经开始了 其实我们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日本是叫钓鱼台 我们叫钓鱼台 他们叫尖隔诸岛 可是大陆很奇怪 它叫钓鱼岛 它跟我们名字不一样 它其实很奇怪 照理来讲我们都是同一个系统 再来的名称应该要一样 可是不是它偏偏叫钓鱼岛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另外有更有名的钓鱼台 在哪里 在中南海 中南海 中南海钓鱼台和冰馆 那个地方是800多年前 因为金章中在那边钓过鱼 所以那个地方叫钓鱼台 因为它有这么重要一个东西在那边 所以它不能把这个小岛鱼 叫钓鱼台 因为这样名称容易混淆 所以它只好就要 钓鱼岛 可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一般听众 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在网路上曾经 为这个东西跟大陆网友吵起来 因为那个大陆网友就坚持说 你们不能叫钓鱼台 拜托钓鱼台是那么有名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钓鱼岛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中华民国就叫钓鱼台 你不高兴的话你就不要来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 因为我们每次只要讲 钓鱼台是我们的 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在吃它豆腐 因为我们说它那个钓鱼台 国民馆是我们的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很不爽 可是他不爽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国国民一定要坚持 那就叫钓鱼台 当然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 大陆最近真的开始 就是大规模的命名岛屿的行动 它现在已经命名了1600个岛屿 它的岛屿都要命名了 然后它计划在2013年4月之前 还要再命名1664个岛屿 也就是它总共要多命名 3000多个岛屿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这个代表一个 很深层的意义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陆权国家 它对海洋向来不太重视 那现在大陆已经开始在转变这个观念 这表示它开始大规模的命名表示什么 大陆开始要走向海权国家 也就是它开始重视海洋的资源 然后它要去把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这些岛屿也不是没有名字 它大部分都是飞光方的名字 然后现在它开始一个一个去命名 那当然因为你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命名 我觉得老共的命名方式也不太高明 像他们命名叫什么黄头鱼 黄菇鱼 鲍鱼 然后龙王鱼 就是基本上好像你根本就是去菜市场 逛一圈然后随便就把名字全部叫出来这样子 那个命名的方式当然不算太高明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点就是这是一个象征什么 我中国开始注意海权了 我开始对这些岛屿都命名了 我既然命名之后 以后我就要开始行使我的主权 岛屿的命名站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展开了 但是中国呢 刚刚韩兵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之前中国只注意的是陆权 但是现在呢 总算中国人开始懂得要注意海权了 海权要伸张 当然军力最重要 有话 好像东海演习现在正在开始展开呢 东海演习现在叫做东海协作演习 这个协作演习是中央军委下属的 海军司令部的东海舰队 还有他配合我们讲的渔铸船是属于渔业局 好 这个农业部的渔业局 还有那个海洋局 海洋局的话就是海军船 那从过去的几次我们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美军预备在11月5号到13号 11月6号到13号 他准备在琉球群岛的那个路沙岛 他进行所谓的夺岛演习 那为因应他的演习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他叫做东海协作演习 就是用军地民 好军军人 地是地方 然后民是民间进行所谓的东海协作演习 就是如果各位对中国大陆的演习你有所了解的话 他通常他演习的规模那是什么 这是由东海舰队为主导 但是他一定是把海军船会派到他的中国防空识别区跟日本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处 他绝对不会放在台湾防空识别区 因为只要他放在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话台湾一定要有反应 但是在日本的话 由于所谓的钓鱼岛的增值 那这个增值呢让中国大陆他能够用运用钓鱼岛的争议 他进行了东海地区的大规模演习 况且东海地区各位或许不太了解 他有77万平方公里 所以他选定的区域一定是中国防空识别区跟日本防空识别区之间 所以他已经在这个防空重叠区里面了 他要进行预演 但这对日本来说也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那通常他的演习一定是海军船 然后后面跟着各位可以看 他后面一定跟着所谓311跟311洞 余震船 余震船 各位晓不晓得311是中国大陆最大灯位 它有6400多吨 可是311洞余震船抱歉 311洞余震船他后面可以搭载直升机 那换句话说 他在测试运用海军船跟余震船 他来测试他海上的指管通行系统 那后面跟着一定大家都经常看到了 这种201、202经常进出钓鱼岛的船只 203类似这种渔船是跟在后面 然而东海舰队他一定是在两侧护航 这一次台湾投诚证的 台湾输澳到钓鱼台去抗议的 就是运用这种编队模式 所谓这种编队的模式 就是东海舰队两艘到四艘 两艘到四艘一定在这里 那这个下面就是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讲的东海舰队里面的 所谓舟山群岛是全东亚最大的 潜舰作战指挥中心 那在空军方面他会出动空警2000 那空警2000呢 他一定是向这个方面去搜索 他不会向这个方面搜索 他要观察美国跟日本的动静 而这个时候监轰期 好 各位看到监轰期 他会再提供所谓的空中护航 然后这些是他海军航空队 他陆基的话大概就是监石 监石那也会相继的出海 那出海的目的呢 就是要保护这一些所谓的鱼众船 不受日本的攻击 但是在日本方面 他已经有两艘春雨菊的 在当时候 中国七艘船舰 他通过宇纳国岛的时候 他两艘春雨菊的 他仍然是部署在这个地方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大规模的演习 显然是跟琉球群岛的 那个陆沙岛 夺岛演习是有关系 这个时候美国跟日本 他们要么就是在东海演习完了 我持续进行多岛演习 那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日本会不会趁这个 向中国进行东海演习的过程当中 它缩小多岛演习的规模 我想这一次 中国大陆倾巢而出 已经接二连三 他的船舰都不断地这样子弄的话 他就是想趁 钓鱼岛的争议 让中国的海军出第一岛链 而美国跟日本 未来也会在这个地方不防 不防真正重要 他会在这里成立电子侦测部队 还有一个就是美军会考虑 是不是把琉球基地稍微挪移开来 挪移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美国就干脆把第二岛链的 关岛基地再把它部署在琉球 所以我们从这次演习可以看到 美中日台这四个国家 对于中国的东海演习不能无动于衷 我相信美国的间谍卫星也好 美国的EP3电战机也好 都会在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外 它的重叠区外 尽量地去收集 这是中国所谓的东海协作演习 东海演习使得整个西太平洋 现在闹得是沸沸扬扬 但英国现在这个时候也要参一咖咯 喷火战机将要重见天日 广告回来告诉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